2006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昨天晚上在北京揭晓 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赵永亮获得社会公益奖提名奖 今天早晨八点我们在机场见到了赞宇归来的赵永亮 对了这个奖 我觉得去处试试有多了一份压力 多了一份责任 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今年有今世第七届 本届的评选标准是责任 创新 影响力 推动力 东达蒙古王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赵永亮正是因为多年摸索 寻找可持续的制杀模式 让布毛荒漠出现了生命的绿色 从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赵永亮把种植和加工沙柳作为企业二次创业的起点和重点 利用沙柳生产高级香板纸 实施库布其沙漠300万亩沙柳综合利用产业化工程 从2004年开始 他又投资1.2亿元建设东达生态扶贫移民村 现在已经有100户贫困农牧民入住移民村从事塔图养殖 移民村全部完工后 可以把散居在六 完成了